国民党基隆市党内立委初选结果出炉 前基隆市议会副议长现任市议员林佩祥 击败六年任的市议员何淑萍胜出 不过因为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不知道什么原因 并没有公布民调数据 也没有召开记者会 只有发布一则简单的新闻稿 将由林佩祥代表国民党争取2024立法委员 迎战民进党现任市议员张炳君 以及其他政党参选人 对此林佩祥强调将会全力以赴 赢得立委胜选 佩祥现在的心情就跟当初 刚刚当上副议长的心情一样 诚惶诚恐 然后一定尽全力以赴 佩祥这次参选立法委员初选 那现在获得提名权之后 准备参选明年一月份的立法委员大选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倾听 我们全基隆市市民的声音 然后把基隆市市民的声音 带进国会 带进中央政府 基隆过去不是没有立委 但是基隆过去八年的立委 没有好好的帮我们把基隆人的声音 带进中央政府 代表我们基隆人的心声 佩祥会尽全力走访基层 请听我们所有人人民的声音 然后在交通产业跟国际关上面帮基隆加分 让基隆变得更好 这场立法委员的选举 选择不是过去你的作为 而是未来你要做什么 过去佩祥很努力的在四年的议员任内 推动了两条跳蛙公车 安乐暖暖 就是希望让我们的通勤族好朋友 能够比较轻松的早点回家 早点回准时上班 那在未来佩祥也会尽努力 继续在议员的身份上面 发光发热之外 也会在国会 想办法帮我们基隆的通勤族 让他们早一点回家 早15分钟回家 至于对手 佩祥不予置评 包括市议员韩世玉等多位党籍议员 也在市议会开议时 当面恭贺林佩祥 也为他继续加油打气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